大家好我是Paul 周遇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人生中有没有一些事情 是你会建议任何人至少要试一次的 下面的一些讨论 其实有的很歪 歪的部分是说 反正你该课药啦 课各种不同的药 NDMA LSD Mushroom那些的 好这个我们就不要 我们不看那些 如果台湾合法我觉得无法 无妨但是我们台湾不合法 所以我们就不讨论 那他说的一些其他的 我还蛮心有气气焉的 So I can resonate with some of the suggestions 所以我们今天大概没有太多的单字 我们就是看这个讨论这件事情 所以你建议人们 一辈子至少应该体验一次的事情 第一个人说的 他说的是 Work in retail and or as a waiter or bartender Experience the full range of human behavior and learn to appreciate those you take for granted in those settings 好所以 retail是什么 零售业 所以零售业做一下 或者就当waiter 或者多这个 当这个bartender 注意 我记得我们曾经调整过 不要把它念成 Bartender Bartender 那体验一下 整个这个人类行为的整个范围 你知道在这样的工作里面 因为我们有时候会认为说 他比较这种服务业 比较劳动型的 那甚至可能会有人错误的认为 他比较低下 对不对 所以你就能够看到很多人真实的嘴脸 You'll see the true colors of human psyche 所以你就会学着去appreciate这些 你视为理所当然的人 你可能会想说 公共厕所就应该干净 你把这些事情视为理所当然 所以打扫阿姨来打扫 就是理所当然 可是你不知道 他们其实很辛苦 对不对 So you can learn to appreciate those people that you take for granted 在那些地方 in those settings 所以这一段 第一段写的很不错 at least once a week preferably one month without internet access or your phone near you 这是第二点 至少一个礼拜一次 或者一个月一次 不要上网 不要让你的电话在你的身边 without internet access or your phone near you it's amazing how damaged we are we all are thanks to always being connected 所以他说的是 我们这个破损的是多严重啊 是让人家感觉很amazing的 所谓的破损就是 随时连上网 然后脑袋都已经坏掉了 how damaged we all are 所以多亏了 always being connected the internet is an amazing tool but it is a drug tool 网络是个很有趣的很棒的工具 但它也是一个毒品 it's a drug if someone has the chance to unplug for even a handful of days you start to feel the damage undo itself 所以要是有人啊 有这个机会 来把自己从这边拔掉一下下 unplug 这个词在这用的还不错 所以你从这个网络世界中 把自己拔掉插头一下下 unplug 即便是a handful of days 就几天而已 你也会觉得这个damage呢 会自己恢复回来 so you feel the damage undo itself undo这个词 我们中文是几乎看不到的 你知道吗 我们知道do 但有undo undo是什么 就do的相反 就do的相反 你知道吗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词的时候 稍微分享一下 是我在十年级的科学课 我们在研究那个 我们在学电 电的道理 就串联跟那个 串联跟并联的那个 那个接电 对不对 那我跟一个外国的女同学 被分成一组 那我在台湾已经学过这个了 所以我接得很快 那我看到他接错了 我就把它拆掉 然后拆了以后 我准备接成我接的方式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他问的问题 我很难翻成中文 他问的问题就是 你干嘛把我刚刚组合的拆掉 对不对 那拆怎么说 要是你今天不熟悉这个用法的话 你那个拆啊 你可能会用这个词 tear apart tear就是一样 你可以把理解为把东西拆掉 是没错的 可是他那个拆掉就有点像是 这个tear apart是 好比说是一个东西 本来已经是 它是完好无缺的 它是好好的一张纸 它是好好的一本书 我们并没有把书组起来 我们也没有把纸伸出来 它本来就是那个样子 然后你把这个书给 拆就是解体 那这样叫做tear apart 可是我们在做的那个科学实验 是接电线 我们眼前本来就没有一个 接好的东西 是我们把它接上去 那我把它拆掉 这个就用tear apart 可能就不是太精准 所以他问的我的问法就是 Hey Paul Why did you undo it? Undo 他用了undo 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 可是当然马上就懂了 因为我知道do 所以我大概就可以理解undo 所以我只是要强调一下 在我们的中文里面 很少看到undo这个字 可是事实上是有的 你看到这里的用法就一样 你会开始感觉到这个damage 会undo他自己 OK 所以有了伤害 但那个伤害会自己消失掉 我们不用什么disappear 也不用cure 不用heal 这里用的是undo the damage undo itself cool 它会改变你对于社交媒体的看法 Changes the way you look at things like social media generally You'll shun it afterwards 所以你在之后呢 就会躲开它的 shun这个字 躲开它 cool 好所以这个回应我觉得还不错 下一个 也是我很同意的 any kind of physical labor like construction working outside woodworking auto maintenance etc anything that makes you sweat or makes you dirty 所以他建议人家体验的事情 肉体的劳累 肉体的劳累 physical labor 所以有一个词叫 labor intensive labor intensive work 的劳力密集的工作 通常有时候接的是产业 labor intensive work or labor intensive industry 劳力密集的 好 所以他好比说是建造营造业 construction 或者就是在外面工作 working outside 做木工 woodworking woodworking OK做木工 还有一个词叫carpentry 也是做木工 auto maintenance 修汽车的啦 维修员啦 任何会让你流汗 或者让你会脏的东西 anything that makes you sweat or makes you dirty 我也做过类似的工作 OK 我也曾经在铁工厂里面待过 那 我开始教英文之后 就非常appreciate 教英文这个工作 说真的 认真的说 因为 你要我去做相比 你那真的 你能够在一个冷气间里面 教一个你有热情的东西 那 比起在一个铁工厂里面工作 真的是 我必须很坦白的说 舒服多的 肉体上舒服多的 所以 没有比较 没有伤害 相比之下 你真的会觉得 交付出工作 是爽很多 所以要是你是个老师 或者是 你是一个在办公桌里面 办公室里面工作的 If you work at a desk job and you're complaining I'd say fuck you You know OK 你要是做办公桌的工作 然后你还会抱怨 我真的是觉得 你去死吧 对不起 我说得那么直白 你去工地工作做看看 你做看看 你就知道你在办公室吹冷气 多爽的一件事情 你要不要去骑骑看 你要不要去骑骑看 那个Food Panda 或者Uber Eat 这样子 你可能想说 他们好像也赚不错钱 呀 maybe 但他们的工作就是辛苦 然后还有可能会出车祸 什么这些的 他的risk是高很多的 所以 我讲这些干什么 但而且我的观众好像年纪也都有一点 所以可能我没有必要去对老人说教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不是老人 但是我是中年人 你如果比我大 你就比我老一点了 好抱歉 所以如果你是年轻年的观众的话 真的 你如果有一个工作能够吹冷气的 那都是爽活 OK 都是爽活 然后再来 Any sort of customer service job 只要是客服方面的工作 你都应该做做看 Yeah of course 我刚刚讲的retail 其实也就算是 Be it phone support retail clerk server in a restaurant etcetera Anything where you have to deal with the public directly on a consistent basis 所以任何是你需要 跟着 你需要处理公共大众 直接的 而且是在一个很consistent的basis 什么叫consistent 可能你的工作会要求你 一个月 一个小时至少接二十通电话 才是达到一个目标 所以就是一个很稳定的基础 这样子 这里有一个文法 我有点想讲一下 所以任何的customer service的工作 Be it phone support 这个Be it在干什么 这什么鬼 好 这里我们说一下 这个句型算是比较 这也算是我们讲的高阶的文法 知道吗 好 我说我喜欢各种水果 I like any kind of fruits I like any kind of fruits 然后 whether it is a b or c 好所以我喜欢各种水果 无论它是a b或c我都喜欢 这个无论它是什么什么 这个whether it is什么这个结构 你看我们就可以把它 用这个比较高阶的文法来换个说法 我们可以把whether这个字丢掉不要 把be动词很神奇的是跑到了it前面来 而且会把它变回圆形的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 因为我完全无法解释这个文法 可是我因为人生中已经看了它无数次 所以我可以做这样的转换 我完全不试着去理解它 我只知道这就是一个固定的变化结构 OK 你看读起来你听了 听久之后你会觉得听起来是顺的 我把上面念一次 I like any kind of fruits I like any kind of fruits whether it is bananas apples or pears 可以 I like any kind of fruits be it a b or c be it bananas pears or apples same thing OK是可以的 be it 然后就取代掉的whether it is 那你可能想说whether they are行不行 也OK啊 这个they are 一样还是可以换成be they 这样子 OK 好 那这里没问题 why 为什么 你这么问说要做这些工作干嘛 so you can learn to respect the people that work in those positions 所以你才能够去尊重做这样的工作的人 so you learn to never talk down or look down on them OK look down at them 应该是on 但这个无所谓 所以你就不会用一个高高在上的讲话方式来去 you talk down at these people or to these people OK no matter how many degrees you get 不管你有几个学历 几个大学学历或者甚至是以上的这样子 or how much money you make 或者你赚多少钱 you will learn not to talk down to these people anybody working to earn for themselves deserves of respect 任何人赚钱是为了养活自己的 都值得我们去尊重他 好我们讲到这里 大概也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今天还真的没有太多有趣的知识或这些的 大概是undo这个字 可能大家并不是非常熟悉 因为生活中比较少看到 好了 anyway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大家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